今天是礼拜三 我的通信证可以出行 又来到了家附近的Mont Inasal 今天点个他家的隐藏美食套餐 Palabook with hello hello 今天早晨起来感觉喉咙有点痛啊 应该是上火 我就先去Saviyana的买了一个这个 是治喉咙痛的一个寒片 真的特别管理 它里面就是那种糖片 然后也不苦 吃起来还挺好吃的 甜甜的 这样的糖片 这样含在嘴里真的一会嗓子就不疼了 我喉咙痛的时候就想吃点这个凉的 所以说今天就买了这个Hello Hello 这个东西本来是一个棍儿 结果它只好像碎了 这边是这一片片的 不管了 我也就给它这样放进去吧 搅拌的冰和里面的配料混合到一起了 就可以吃了 很甜 而且有一种很重的奶香味 这个Hello Hello 是我最喜欢吃的菲律宾甜品之一啊 嗯 推荐 然后就是这个叫PALABOK 我感觉就是粉丝 然后里面放了 可能是蟹酱吧 然后小葱 还有这个鸡蛋 还是先给它搅匀啊 感觉给的分量还挺多的 这一个饭餐才99皮 小人以后他还送了这个小柠檬 但是这个根据个人情况来吧 我不爱加小柠檬 我感觉加了小柠檬 就破坏了它这种浓厚的口感 还能尝一口 嗯 就是特别浓厚的那种 不知道是蟹酱吗 还是 好像就是有点海鲜那个味道 里面还有这种小碎肉块 然后刚才去7-11还买了这个热狗啊 我害怕不够吃 还送了两个这个酱 一个是番茄酱 一个是这个 英文叫Mahattan dressing啊 我也不知道中文翻译叫啥 哎 这个番茄酱就好几朵了 滴完酱以后这个浑黄相间的还挺好看的 咱们咬一口啊 嗯 主要就是吃这个酱的味道 我感觉里面这个热狗 味道不是很重 但上面这个酱真是特别提供 嗯 关注我 来见更多菲律宾当地生活